全家大小轻松地走进像是树屋的入口 印度延连的是霍然开朗 古色古香 又充满绿意悠闲气氛的用餐环境 历经严峻疫情的冲击逐渐趋缓 好久不见的三五好友 终于可以来这里吃饭叙旧聊天 点上几道餐厅老板和主厨发想的创意料理 蜂王勇煎蛋 洛神花山猪皮 紫苏松板肉 以及子猪珍品鸡汤 吃好吃补享受美食放松心情 无法有心情饭店吃不到的东西 我的鸡汤都用自己压身的东西 外面没得吃的 对油脂很好的东西 算保养 山猪皮用洛神花 现在下去熬起来的汤来做食 热神花山猪皮 那很清凉 大家都有 很有鹅肉 我不知用那种下去做菜 现在送大家 方平不错 还有蜂王勇煎土鸡蛋 那是吃香蜂蜜大的 还用紫苏 现在很喜欢紫苏 紫苏 紫苏来轻轻切了凉拌松板肉 那算凉拌的 紫苏现在大家也都很烦的 很喜欢这种紫苏 做松板肉 上去 高级苏要有名 这是做二十万年 来过一次就会想要再来第二次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再加上暑假到来 全家大小可以到哪里踏青走走 避开拥挤人潮 享受大自然的风光 又能够吃到好吃的特色餐点呢 位在七毒马溪地区老字号有名的芳育农场 不但可以吃到农场餐厅 特别准备的补生补气创意料理 享受美食放松心情 更是一处适合谈天说地疗愈心情的好地点 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 建议游客不妨来这里吃美食转换放松 受到疫情影响紧绷的心情 当然这个疫情也渐渐舒缓 尤其在这个暑假当中 很会在这边除了我们物浴 我们来这边游客的我们的市民好朋友 除了在这边山水 尤其要保护爱护这边的环境等等 还有来这边所带的垃圾 记得把它带回去 这波疫情爆发后 游客及民众减少外出 属于桌菜式的芳育农场生意 也明显受到冲击 随着疫情趋缓暑假到来 来客人数总算稍微回升 也期望恢复过去观光荣景 当地里长表示 马西里好山好水景点多 又有像方域农场的美食餐厅 希望政府可以规划更好的工友停车场 疫情后持续协助发展马林的休闲农业观光 我是希望说能不能说有一些公有土地可以来设置停车场 让游客不要双向停车 会造成我们当地居民一些交通的问题 如果说有大型的公车 因为我们这里有公车在行驶 我是怕说会发生有些不必要的意外 我也诚恳的在请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真的要多一点用心 因为毕竟梗威从政这二十年来 也看了经过了几任市长 真的有时候只打雷 但是下的也很小 我希望打雷以后下大雨 这样对我们季庸市的发展官方休闲才有注意 想要利用暑假出来走走转换心情吗 来这里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